大家好,我是阿星 去年種的荷蘭豆長了很多豆角 有很多吃不完,還留在竹枝上面 荷蘭豆的竹枝大約種三四個月之後 枝條就會自然乾掉了 要清除枝條之前 我們就採下一些已經乾掉的豆角 這個時候裡面的碗豆已經變很硬 可以拿出來當種子 我們今年就把這些種子拿來再種 荷蘭豆的根系以前 種子的密度可以看種子地的大小來決定 如果種密一點優點是豆角之間擠在一起 會互相攀戶 可能不需要每一顆多牽引到支撐架上 但是缺點是通風採光不好 容易生病蟲害 採豆角的時候也不容易找到位置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把種子的間距大約舉80公分 阿星老師,種荷蘭豆的種子要先泡水嗎? 荷蘭豆用種子來種有不同的做法 可以直接把種子直接剝種 或者先泡水之後再剝種 出芽會快幾天 如果怕有鳥或其他動物來吃豌豆 也可以把種子先疫苗後再移植 剝種之前可以放一些有機子肥料 要跟泥土充分攪拌均勻 每一個洞穴放至少3-5顆種子 可以確保花牙粒 種下之後要澆水保持濕熱 阿星老師,荷蘭豆長多大的時候需要支撐呢? 荷蘭豆的豬隻大約15公分以上就可以準備牽引了 用竹竿或包塑膠的鐵條當支撐 然後用門繩把支撐固定在鐵條上 讓每一條支條都能往上攀爬 等竹竹長到約5-60公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剪掉一些支條 讓採光通風比較好 可以減少病寵害 阿星老師,我們平常要如何照顧荷蘭豆呢? 荷蘭豆的竹竹平常要保持濕潤 剁腳吃起來才會脆 三周可以追回一次 也可以用稀釋過的一回澆瓜 用種族種下荷蘭豆開花了 顏色鮮豔的紅花 靠著昆蟲幫忙授粉 開始陸續結甲了 採收豆甲的時候 外面摸起來扁扁的 表面看起來有扁豆形狀的痕跡 就是最佳採收時間 如果摸起來豆甲鼓鼓的 豆甲膨脹的時候 就是有點太老了 這次是去年留下種子來種 結果很不錯 已經採收一大盤了 大家好我是瑞希姨母田的小編 我人現在在日本的鳴谷屋 現在大家看到這部荷蘭豆的影片 就是我剛剛在這邊剪接出來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我們現在會有一些影片的片段 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照片 我們會先放在瑞希姨母田的粉絲專頁 那請大家可以追蹤瑞希姨母田的臉書 然後幫我們按讚留言和分享 那感謝大家陪伴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